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汪涵听大张伟王一博唱歌哭了,镜头扫到他流泪,梦回天天兄弟了。 在今晚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我们见证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 王一博和大张伟两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同框合唱,带来了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曲。 当镜头扫过观众席,我们发现汪涵流泪了,这一幕让人不禁感叹时光荏苒。 王一博和大张伟的合唱仿佛带我们穿越回了那个熟悉的音乐时代,他们的歌声激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在湖南卫视这个熟悉而又充满活力的舞台上,两人完美地诠释了这首歌曲,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而汪涵的泪水更是将这个节目推向了高潮。 他的情感流露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天天兄弟这个团队的深厚感情。 在这个跨年夜的时刻,湖南卫视用这种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与友情,让观众们对这份情意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现场的气氛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每个人的情感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无论是舞台上的王一博和大张伟,还是观众席上的汪涵,他们的情感都与音乐融为一体,让我们共同沉浸在这场音乐的盛宴中。 这次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无疑是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 而王一博、大张伟和汪涵的表演更是将这场晚会推向了高潮,成为了一个难忘的回忆。 尽管晚会已经结束,但对于那些观看了表演的观众来说,那份激动和喜悦却留在了心中。 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感受,表达对晚会和表演者的喜爱和感激之情。 同时,对于那些未能亲临现场的观众来说,他们也在网络上观看了直播或回放,感受到了那份音乐的魅力。 因此,当湖南卫视再次举办跨年晚会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音乐表演者能够用他们的才华和热情为我们带来一场更加难忘的盛宴。 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